遭舆论热议的天价便饭最后被反转并非第一例 2016年2月有网友发微博称 在荷尔滨市松北区北岸野生渔村吃饭时 仅一份铁锅鱼就5000多元 从账单上可以看到 这顿饭总价为10302元 其中黄鱼中段铁锅14斤4两5731.2元 赶条鱼中段铁锅盾7斤6两2279.7元 亚罗铁锅盾5斤5两1662.84元 因为这消费者对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异议的 他只不过对金数表示了异议 由于我们没有联系到投诉者也就是当事人 我们只能听商家的意言之词 记者看到这张手写点菜单上 包含了点餐的种类数量和价格 还有发帖的那位网友的签字 随后工作人员对鱼村的秤进行了检测 30公斤差60克吧 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不足以引起纠纷 根据鱼村的进货票据 黄鱼的竞价是美金190元 鱼村表示考虑到饭店租金 工资和其他人力成本 黄鱼的最终售价为美金398元 经过调查 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不涉及价格欺诈 数明码标价 然而很快又有网友提出质疑 这些黄鱼究竟是野生还是人工饲养 背后真的没有猫腻吗 据了解顾客点的黄鱼 名为达士黄 是全世界唯有黑龙江流域才有的珍贵鱼类 物种起源于距今一亿三千万年的白鳄剂 是与恐龙同时期的生物 因此有水中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的美誉 平均年龄在40到50岁以上 重量可达到数百公斤 也有人称其为淡水鱼王 记者走访了松北区多家主营鱼宴的饭店 发现这些饭店黄鱼的价格都在百元左右 老板介绍说 他们售卖的黄鱼都是人工养殖的 出售野生黄鱼需要特殊的销售许可 在舆论的持续追问下 专项调查组最终认定 该饭店存在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 餐饮许可证过期等问题 这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 作出吊销涉事饭店营业执照 对店主罚款50万元等处罚决定 那么游客发帖称遭遇宰客 为何会引发如此关注 反转风波背后 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 九霄为什么在这种事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无限的来来回回的这种反转 像哈尔滨这个天价鱼 跟这次这个天价饭 天价便饭不一样的是 那个餐馆会指责消费者说 你看我明码标价了 我就是黄鱼 黄鱼就该这么贵啊 恰好是咱们的监管部门 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只听了店方一家的说法 说他说是野生的就野生了 后来人家一查 第二次反转的时候发现 虽然都是黄鱼 但是有野生和人工养殖 本质的一个区别 这就说明 在任何这种发生纠纷的时候呢 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应该有一个科学的 完备的调查体系啊 保证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说法 我觉得只有裁判做的端 只有裁判做的好 才不会让这种网络舆论厂里面的事件呢 来回的反转 所以越是在有网络这种传播 或者网络的维权事件出现的时候呢 我真的希望地方的主管部门 特别是市场监管部门 能够更加理性的 权威的 科学的系统的 去把这事儿调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已经上了热搜 咱得尽快想出办法 把它解决掉 那你说到底一千九算添加 还是说得到了五千算添加 还是说得过一万才算添加 一方面是消费者的这种消费感受 还有一类是我 那么所谓进价多少 我卖价多少 还有一种更加常见的所谓市场法 就是市场上同类型的主体 它提供同类型或者类似的产品或者服务 它的价格是多少 可能大家听到这有点迷糊了 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方式 才能确定它的定价合理 那是这样我们的价格法 把价格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定价 第二类是国家或者政府指导价 第三类是市场调节价 我们国家目前来说 绝大多数的商品或者服务 比如说我们本案中的所谓的餐饮服务 实际上我们全部执行的是市场调节价 那么只要买卖双方 你勤我愿 交费者有充分的执行权 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等等 这时候双方达成的合议 就应该是视为一种合同 合同就应当得到有效的履行